9月28日,星期一晚上的鳄鱼谈 录影的时间已经是温哥华的深深夜,好夜好夜了 但是呢,原本我不会这么晚和大家录鳄鱼谈 因为怕自己爆粗,爆肆的时候吵醒我老爸老母 甚至令整个住宅都震撼 所以尽量早点去录 同时之间,我一早预备了一些题材和资料可以和大家分享 但奈何录影之前收到Christy的一个急 call 她说,有一位朋友很想和我对嘴 分享关于潘晓荣和陈同佳案的资料 同时之间也很希望老鹅带潘晓荣的妈妈 有一些说话想和各位网友和我的观众和朋友分享一下 大家都会知道,最近潘妈妈和潘太接受了很多媒体的访问 包括《立场新闻》、《苹果》、《日报》和《Cable TV》 很多的访问都经过这些访问透过出来 但奈何就是有一些的访问仍然没有报道出来 希望老鹅可以帮帮忙在我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 陈同佳和潘晓荣 每一个香港人都耳熟临腸,也都知道的来龙去脈 现在的杀人兇手陈同佳 搞出一锅足,令到潘小姐一尸两命之余 也都引发了一连串的逃犯条例修订 令到香港有无日无之的抗争运动兴起了 差不多一年一年的时间 令到香港因为逃犯条例的新乌定而带来的社会运动 成为国际触目的舞台 也都知道因为这件事令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香港特区政府 这些的暴行对我们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些打压 可以换句话说,现在的社会的动荡 甚至整个世界的国际局势的改变 天下为中 这个中国里面也都开始反过来 走倒车,封关锁国 大内循环都不多不少都靠这个潘晓永案 引致到一连串社会和国际上的一些改变 说回这宗案件 陈同佳在去年10月23日已经释放了出来 当时敌区政府因为他导用他人的信用卡 含使用钱和购物 而将他判监 判监出回来之后 当然他经这个星公会的管浩明律师培动 看公众认错 对大家说一说到他 就是会向台湾的自首 希望可以还到这个潘晓永的公道 当然听完之后 到现在目前为止 大家还有没有见过陈同佳呢 大家还知不知道陈同佳的下落是如何呢 仿佛这一个人 屌好你老美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那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屌好你老美 他会被人杀人灭口了 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再出现 一切的东西都是靠这个管浩明 就是跟公众去交代 跟媒体去交代 但是近日这个管浩明 已经一反他以为作为过往是 陈同佳的代言人的姿态 很多的媒体向他 究竟这个陈同佳 几时几日才找数 几时几日他最肯 滴起心肝 去台湾接受这个审判 面对他自己犯下的离天大祸 而负上这个法律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未得一个所以然来 之前说疫情的问题 因为又说台湾不够要他 因为这样那样那样 直到近日我们都知道 台湾已经开了绿车 开了绿灯 只要你上到台湾的航班 甚至去到机场代表你有意欲 要过台湾办理一些手续 台湾已经安排人手 就是等你过来的时候 就是对你七步 将这个陈同佳带来归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 陈同佳仍然未得到香港 那究竟他去了哪里呢 原来这个管浩明就说 他在这个河文田区的安全屋 被香港特区政府的警察安排他住在里面 也都衣食无忧 住在这个豪华住宅区 在这个豪宅区的当中里面 风凉水冷 还得到这个警察的24小时的保护 潘妈妈就在这件事里面就很憤慨 第一 这条狗样 这个龟叔 这个罗夫 到目前为止 说了又不做 说好了的要去台湾自首 迟迟未够起行 而原来 他一直是龟叔在政府和警察安排在这个安全屋里面 作为一个的纳税人 和一个的香港市民 潘妈妈也都是很想我们了解一下 究竟为什么基于什么情况之下 陈同佳有什么的 这些个人的安全理由 要我吊你老母 24小时受到这个警察的严密保护 还要安排在这个安全屋里面 全部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那究竟777林郑月娥 这条八婆八贝黑木耳的阴唇臭系 你是吊你老母在团养着陈同佳 你在保护着她 如果你在保护着她 麻烦你和公众交代 究竟有什么的情况 她的人生有clear and immediate danger 要受到保护 第二样东西 究竟陈同佳还要在这个安全屋里面蹲多久 还有你受到这么多的警察的监管 24小时的监管 又住进入住 喝喝吃吃也都是照顾得她这样好 你那里团养着这个男人的情况之下 究竟洗费呢 你是洗了多少钱 这条的单 清单这条的数是否要 要跟香港的特区政府 每一个的纳税人好好地交代 你这头就跟我们说 香港的财赤有成三千亿 但是这些这样的乱搅 这么乱来的钱 你就不断这样去洗 安全屋大家都知道 这些就是给政方保护一些很重要的证人 或者善人 或者有一些很严厉的 严重的罪案里面的囚犯 上庭之前可能在那里蹲下 不要让别人搞到他 那么现在 只要你老美 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危险情况的人 是不是 为什么要安置了他在这里面 为什么要霸佔了别人 应该要有一个opportunity的一个机会 和要狂花我们纳税人的金钱 那么777当然他忘记了 无妄初冲 为什么要安排 要搞这个逃犯修订条例 为什么原本就是因为这个 陈同佳杀了人 要将他 要为他死者找出一个公道 帮这个潘氏的家庭 发出一个声音 帮他寻回这个真理 那么到现在 一句说完 就是说陈同佳已经是一个 自由人他什么都做不到 陈同佳过不去台湾 自首不是他控制到的 但是你在控制他在一个安全屋里面 你在那里转禁他 你是转禁他 你继续要他坐牢 让他放不出来 让他不可以兑现他的承诺 坐飞机去台湾 那你就屌你老母是这件事里面的幕后黑手 七七七 你应该要跟公众交代一下 你不要再在那里搅搅镇 不要再帮顺 而这个管浩明 自从他划清界线 和媒体说 哎呀我已经不再是这个 陈同佳的这个代言人 就是这样 就是跟他割席 但是之前一直陈同佳里面 所有的information 我们都是从这个管浩明律师里面 得到这些消息 包括甚至无论他说 他为什么要杀死潘晓永呢 因为潘小姐就是手机里面有一些的片 这些片是跟别的男生那些亲密的关系 是不可以被人看到 但是偏偏陈同佳又看到 因而是这样 恶向胆边身 露虫心上起 而错手把这个潘小姐杀害了 那究竟是不是 好像他这样说 潘晓永是真的有这些片段 激怒了他 就算激怒了你 也不应该杀人 而这样的情况 当然是要等台湾的法庭去审判 要将这个事件去还原了解清楚 我们知道的就是 陈同佳是将这个潘小姐 放在一个很小的行李箱里面 然后拖出去荒野 弃置了 让这个野狗 还要去咬死这个潘小姐 一个一尸两命的尸身 那就是很难火滚 人神共憤 作出这些喪尽天良的行为 那究竟这个陈同佳说的有多真 我也不知道管浩明有信有多深 但是当然一定是要经过法院去审判 我们才可以了解清楚整件事 管浩明怎么会帮这个陈同佳呢 当时就是 大家还以为 因为这个陈同佳是一个性工会的学生 可能他出于一个要感化一个学生 做一些神职人员 应该要做一些事情 陈同佳杀死了潘小泳之后 潘小泳的妈妈也曾经写过两次的信 给这个管浩明的 第一就是质疑他 究竟他什么时候可以 宣服这个陈同佳 踏上这个飞机飞去台湾接受审判 第二 陈同佳既然是你管浩明所说的性工会学生 你于以援手 大家不得不忘记 潘小泳也是性工会旗下的学校里面一个学生 为什么管浩明你又要大勢超 只是帮陈同佳现在潘小泳的沉冤未被待说 而你只是一面倒帮陈同佳 不帮潘小泳的发声 不在潘小泳的立场里面来说 看看你可以有什么的援手 而你这么快就跟陈同佳割裂 不够干 是不是因为媒体烦你烦得很厉害 我再看一些的一些的报道 原来管浩明曾经在去年的19年10月25日 被获提名作为这个性工会港岛区的主教 当时还有三个候选人的牧师 是竞逐港岛区的主教的位置 但是到后来我们都知道 11月左右左右的时份 管浩明就是落选了 由另外一位叫做谢子和的牧师当选 有人都会stipulate 所以说到底管浩明是否其实借地义 就扮做公职 帮陈同佳搞搞阵 出来后做场大龙凤 10月23日之前 扮了OK的陈同佳 帮他去发声去感化他 希望尽量劝福他去台湾 殊不知出来后 政府的压力 政府的做事的方法 原来政府另外有agenda 再加上他输勾了这个竞选 再做这些东西 毫无好处 只是talking 没什么说笑 洗手hands off 金盘脱角 没什么烦 究竟是否这样呢 管牧师 我觉得你应该要和大家有一个交代 你不要做事半途而废 你作为一个善目 你作为一个牧者 两个都是性工会学校里面 旗下的一些学生 两个都是关你事的 两个你碰了头 现在你不敢去结尾 你设这些什么东西的example 给你的教友 给你的性工会旗下的支持者 给性工会里面的学生 设置了一个坏榜样 因为你林郑脱脚 你和这个陈同佳都是一样 没有勇气去面对 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一些责任 当然管浩明现在完全不理不复信 甚至无潘妈妈的两封信 他都触碰过一封 其中一封完全是石沉大海 没有回应过的 好了 我和这位老师都聊过 我都问这位老师 究竟为什么潘晓荣会遇上了陈同佳呢 潘晓荣在赤柱的升市提反学校里面修读 读到由中一到中四都在里面的学生 我问及这位老师 潘晓荣平时的表现是什么呢 他一定是一个比较乖巧的小朋友 亦是比较活泼和active 勇于表达自己 有意见 亦是很有领导的才华 他在一些小组讨论里面 通常都是做组长的角色 而且他同时之间是校内的PV 最初我都会担心 其实这个小朋友这么小 就跟他这样想 搭上爱情 是不是家里面有些关系不太好 他变成要在外面尋求一些精神上的寄托 原来事实刚刚相反 潘晓荣和他妈妈是非常好感情的 而这位老师 自从离开赤柱的升市提反学校后 一直都在校外担当潘晓荣的一个补习的老师 他也知道很多次和潘晓荣补习的时期 都是这个潘太陪同潘晓荣去他家 或者一些不同的地方里面 接受他一些校外的补习 也都见到妈妈和女儿之间的感情 亦都是非常之巩固 和非常之亲密的 当然他知道白头人送黑头人 当中潘太太里面的感受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顶得住 那么究竟这一局的潘晓荣 为什么会踏上这一局的陈同佳呢 原来在中四之后 潘晓荣觉得这些传统的学校 并不符合他自己寻求学术 寻求知识的这种方向 因为传统的学校逼人很重要 他希望可以读高低 或用另外一个方法继续他的学业 他也是很乖巧的 希望帮助家庭做一些兼职 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或者找一些零用钱 就在一个连锁快餐店里面 就认识了这个陈同佳 两个基本上是家庭背景 学历背景都不同 一个是新来港没多久的人士 亦都是屋邨仔 另一个就是名校出身 家企环境非常之优良 和家企环境是很平均的 一个家庭的小女孩 那奈何呢 两个这个情况 机缘巧合之下 就种下了一个业园 而这个陈同佳呢 不停在这边对这个潘小姐 死纏烂打 搞到他无心向寒 和他在这个爱情的途中里面 打得火热的 有一次这个陈同佳 和潘廖泳拍拖的时候 意外被这个的潘妈妈 就撞到 这个潘妈妈呢 见到陈同佳的时候 第一时间对她的印象 已经是非常反感 因为她是见到她眼神闪烁 又没有礼貌 也都是同时之间呢 整天就站在这个潘小姐的后面 不敢和这个的 白母打招呼 总之一句说完 就是鬼鼠 闪烁 没有离大方 没有离桂格 那她已经呢 就是感觉到 就是 不是很开心 这一件事 但是及后呢 这个潘晓泳呢 也都是当然了 大家都年轻过 都知道 爸爸妈妈妈 不喜欢这段感情的时期 也都是偷偷地 展开这个拍拖的情况 甚至没有她去台湾 妈妈她也是不清楚 那好了 这已经是事情 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是吧 陈同佳也都不肯出来 去台湾 接受这个的自首 接受这个的审判 那我们都是非常之火滚 意粉填膺 特区政府也都不能做事 那潘泰呢 潘泰呢 就是一个的message 就是录了 那想我托岳如潘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看法 那我要播一播一下 这个片段 给大家听听 我知道她是一个懦夫 你看一下她 从来都不敢自己出来说话 只是躲在管号明牧师后面 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她是哪一种人 她父母没有好好教她 做人的道理 和没有教她 如何做一个有责任的人 陈同佳要出来承担她 自己犯下的错失 不可以逃避一世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她 立刻面对杀人的审讯 我愿意提供免费的交通 和一张单程机票给她 我这个目的 是要证明什么 就是她不需要担心 过去台湾面对她的刑责 我现在鼓励她 所以提供这些 全部的东西给她 可能她父母不能提供给她 同时这样 她也没有任何食口 对我和大众的市民 在说大话 不能再 今天潘太也在提供 机票和所有的旅程的费用 只要你陈同佳 你肯自首 你肯踏出你这个安全屋 我不相信林郑月娥 有任何的理由 阻止你离开这个安全屋 Unless林郑月娥 软禁你 不让你走 否则有绝对的自主权 离开她安排给你 入住的安全屋 然后去机场 买飞机票 去台湾 只要你愿意 潘太是愿意承担 所有这些费用 绝不食言 那好了 而在老沃的看法里面 我有一个两个问题 我看到陈同佳 是将这个 潘晓荣 摆了入这个 行李箱里面 大家都知道 陈同佳说过 他错手 杀死了这个 潘晓荣之后 是陪伴的尸体一晚 那如果大家有少少的 这些医学 或者科学的常识 都知道 尸体死了之后 一段时间 身体就会僵硬 僵硬了 的尸体 怎样可以将他扭曲了 摆在行李箱里 那就是换句话说 陈同佳 是很大的可行性 就是当他一早就杀了 潘晓荣之后 就将他的尸体 摆了下去 甚至我一个看法就是说 究竟陈同佳 知不知道 当时 没有了知觉的潘晓荣 究竟是死了 还是仍然 尚有这个呼吸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就是 非常之重大的一个罪行 一定是要受到法庭 和死因零訊的这个审判 以证实究竟潘晓荣 是在山的时候 只是放入行李箱里 还是 断了气后 一段时间 你才把他放进去 那这个一定要明察秋毫 去找回事实的真相出来 第二 陈同佳 大家都会知道 他口口声声 因为潘晓荣 和第二个男人是有染 而令到他腹中快育 并不是他自己的骨肉 而露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身 把潘晓荣 弄死了 所以陈同佳更加要去台湾 原因是 台湾的警方 已经掌握了 潘晓荣 腹中快育的胎盘DNA 而陈同佳也要过去接受 DNA的鑑证 究竟他不是潘晓荣的爸爸 即是换句话 他说的话 未必是可信 潘晓荣 根本可能没有第二个男子 而由头到尾 都很大可能是 陈同佳一手包办 而当他知道 他在搞大人的肚子 而不肯扶上责任 经口角而再杀死人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绝对是要去法庭 还回死者的公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陈同佳 现在有一个机会给你 可以直接去台湾自首 而特区政府 不能再做任何的阻拦 马上释放陈同佳 等他去台湾接受这个审判 管浩明 现在还有一个妈妈 肝肠碎段 希望他女儿的公道 可以早日冷清